歡迎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來我們前面介紹過等差觀念 也介紹過等比的觀念 好不好 所以說這邊講過等差的像素公式 這等比的像素公式 這等差總和公式 這等比的總和公式 這等差中間向性質 這等比中間向性質 你把這公式稍微對照一下 因為蠻類似的行不行 請後再來 好有這一觀念時候 我們繼續看一下我們等比的題目 這樣行不行 來 題目怎麼說 他說3和48中間 插入三個正數 好不好 正數把它畫起來好不好 此期呈現一個等比線下 求這三個數字是多少 這一題 他教你把這三個數字給我列出來 這樣行不行 那怎麼說 來一樣 3和48 中間插入三個數字 有看到 插入三個數字的時候 告訴我全部變幾個 5個 這5個呈現一個什麼現象 等比現象 我一再強調等差的靈文是誰 公差 等比靈文是誰 公比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要把這中間這三個找到 我先找出誰 公比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其中3在第一個把它叫第一項 這叫第二項 第三項 第四項 這叫第幾項 第五項行不行 有這個觀念書 老師可以知道 第五項 對吧 派第一項為7點 他可以寫A1乘上R2幾次 4次 之後把48帶進來 把3帶進來 所以說48等於3乘上R幾次 4次 所以R2四十番自己 16 所以R算出來17 正負2 這樣行不行 因為題目說的 要三個什麼數 正數 所以R等於負2行嗎 不行 所以R等於負2幾樣 不合 就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 麻煩你把R用起來 2帶 帶下去 所以你看一下 原本是3的 乘上2 所以下一個事情 6 6再乘上2 12 12再乘上2 24 24再乘上2 有變成48 有吧 可不可以 所以說告訴我 中間這個三個數字 就是誰 就是6 12 24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好 我們看這邊 沒問題的話 我們看一下底下 再下一題 他說一個等比級數 首相是3 公比是多少 52 他說總合是負的255 求這級數的相數有幾項 什麼意思 來 我是大概解釋一下 他說一個等比 首相是幾 3 公比是幾 52 所以3 下一個是幾 負6 負6 負6再加一個是幾 12 12再加一個是幾 負24 問你總共要加幾個 加起來之後 總合會是負的255行不行 問你要總共要加幾個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把他相數 把他個數找到這樣行不行 好 這時候因為牽涉到總合 所以說我們正式用什麼 用總合公式 那這批總合公式 有這兩個 老師講過 他給A1乘3 1-R2 N13-1-R 還可以寫A1乘3-R2 所以算是幾 所以算是幾 用這個 那1-R 保持什麼號 正號行不行 所以說我們之後 帶這個公式行不行 可以 怎麼帶 來告訴我 A1四起 首相四起 3 這樣行不行 乘3-R R四起 負2帶進來 所以1-R 負2的幾次 N次 所以多少 2-R 1-R 算出來總合式幾 負得 255 這樣行不行 如果 洗到這邊 你看一下 這邊負負得 正 對吧 1加2四起 3 3和3可不可以約掉 可以 所以說把這個3和3 約掉 變成1-2 負2的N次 對吧 可以負了多少 255 很多同學 洗到這邊 是負負得正 嘿 這邊的負負可以得正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N次 激出來偶數 你確定嗎 不確定 所以說 你這邊不能負負得正 這樣可不可以 有些同學 寫得很順手 直接給我負負得正 不行 老師那這怎麼算 麻煩你 保持這個原算 首先先把1 移過去 變負的 負的N次 1移過去變負的 256 只有把大家外面這個負負給拿掉 所以變負2的N次等於N次 256 那負2的N次等於N次等於N次 256 可見N算出來是7 8 所以說告訴我總要加幾個 加8個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邊計算過程 麻煩你這邊注意一下 加8 2 1